我数到一 二 三 我们一起走 一 二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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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啊 对 她说密码在里面 阿姨 我觉得大气越来越可爱了 她还说什么呢 她没说什么呢 就让我赶紧把这钱给你 阿姨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你要做生意吗 明依 你跟我进去吧 我写张欠条 你再跟我找交给她 行啊 你又可以见到她了 走吧 走 这本存折明依说是大气 让她交给我的 让你别住在馄饨摊了 去租间房子住 大气说的这个事啊 对啊 她怎么会这么说呢 她那个什么 那个她那个 你跟她碰面的时候 她有没有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呀 没有 她有没有说什么好听的话 只是问了一句 说你和叔叔最近怎么样了 我就把你的情况跟她说了说 哎呀那太好听了 这话是大转变 起码冰山融化了是吧 你看一个多月以前 大气不可能有这种态度 她还把钱主动拿出来这东西 哎应娟啊 那越是这样咱们越不能用她的钱呢 现在只有让她安安静静的去 一个人去想 把这个事都捋清楚了 咱们不能跟她要钱 要钱的话 这个钱把人搞乱了 她会以为咱们咱们咱们怎么样 不行不行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 把钱还给她 每次见她都不知道说什么 她也不理我 哦 懂懂懂 对 她现在跟你还是会很尴尬 你这做母亲的又 爱子心切 你看这 这样我去还这个钱 你现在就只有等 猪大气 诶 请问一下猪大气她在吗 哦 她不在 怎么了 我找她有事 她去哪了 请问 她好像是去汪子龙大爷家了吧 汪子龙是 哦 我地間住哪儿不知道 住哪儿 这个具体门牌号我还倒真不清楚 要不这样吧 我正好关系有点事 我一顺路把你送过去 还好 谢谢 麻烦你 麻烦你 来了 老先生 我可以进去吗 还可以 去去去 谢谢 请问一下 朱大器是在这儿吧 你找朱大器啊 他今天没来 你找他有事吗 有 有点急事 那 那你进来坐 我给他打个电话 谢谢 谢谢 请坐 您好 您送朱大器的电话已关机 他怎么关机了呢 电话关机了 是 是 老先生 您跟朱大器很熟吧 熟 熟极了 我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孙子 先生 你是朱大器什么人哪 我是 就是 我就是 反正就是 我就是这样老先生 我今儿是来给他还钱的 说得准确一点就是 我是来替人找他还钱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替大器的养母来还钱的 您知道他养母啊 他们的事我也是刚听说 是大器跟您说的吧 我不知道他怎么跟您说的 但是他有没有说 他跟他妈妈现在已经 一刀两断了 一刀两断了 跟他妈妈 他妈妈对他是恩重如山哪 比亲妈妈对他都好我认为 结果呢 他现在怎么样 他有没有跟您说 他现在压根不回家了 没回家看看那孤狐伶伶的妈妈 到底怎么样 他没回去 算了 我 我 我今天 我先 我讲太多了老先生 我 我先走去 好好好 我开一下门啊 大器 这是今天的报纸 您送过来吧 好好好 正好有人找你 谁啊 你把钱还给大器了 完了 他也没说什么 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也没说什么 大家都没说什么 等 宁娟 咱们啊 以后没什么事儿的话也 尽量不要去找他 就让他一个人安安静静 咱们就是等 有什么人安静静 motiv 等这事儿 不是吧 大吉啊 今天来的那个宋先生 他和我说了很多 你和你养母的事情 大吉啊 爷爷不知怎么说 可爷爷怎么也忘不了 你养母走出你房间的时候 那一脸泪水 龙姐 罗姐 怎么了 罗姐 李老婆不行了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一样 怎么搞的 李老婆 怎么了 你先在这儿照顾着 我去给他家人打个电话 我去给他家人打个电话 李老婆 你先在这儿照顾着 你怎么了 李老婆 小若 你叫他不出去 叫他不出去 那我们先出去 小若 李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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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若 你想说什么 你说吧 我听着呢 小若 小若 我走才想啊 过去 我对你走出了我凶 可你 一直对我的 照顾 体贴周到 我林依兄 我亲爱你的 老婆 快别这么说 别怎么会欠我的呢 不 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但是下个字 我才报答你吧 就是诊斗 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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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您诊着吧 不 不 不 等等我走了 小龙 你要把它好好的拆拆洗洗 希望它也保存着 你可一定要拆呀 您放心吧 我会照您的老婆去做的 我送你去医院吧 好吗 没有 我时候到了 医院就不去了 这种东西边还有一封信 我要把它交给我的儿子 我要把它交给我的儿子 你让我 我让我 你让我 啊 Zither Harp 小罗 这张存折上 有五十万块钱 这是我林医雄 对你的心心照顾我的重现 也是我第一次 是经过公正的 你放心 你拿去用吗 你拿去用吗 说怎么办 我看你就收响 林老伯是一片好心 这事不是闹着玩的 林老伯自己也一定是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才做这个决定的 人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 心地一定是很光明的 他想感谢你 你这个好心好抱 你瞧我这贪心劲 我现在已经开始打算 替你怎么花这钱了 真的 这五十万如果是你的话 你现在马上可以把大气的钱还了 把大气的钱一还了的话 你母子之间的感情一变 咱们俩这个复婚的事情 就水到渠成了 可是 可是要是留下这五十万块钱 心里会觉得不安啊 我觉得 这不应该花老人家的钱 对 就是将心比心的话 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感觉 可是应权 这笔钱是 是林老先生不是做过公证吗 又在遗嘱上写得很清楚 这个可以说是你用辛苦 跟好心换来的钱 没什么不对啊 这又不是偷的不是抢的 这钱没有非法的地方啊 你不习惯拿这个钱 这个钱 我觉得他可以拿呀 当然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这个钱也来得太突然了 五十万啊 你拿出一小部分 就把大气的账给还掉了 你心里面那个沉甸甸的事 也更不存在了 这 你 你要不然你想想看 你什么时候能把那二十万还掉 阿姨 我刚才还想能不能见到你呢 那那那盈盈来了 叫好 盈决你问问看盈盈 你问盈盈是不是赞成我说的 来 别吓一跳 是这样的 你阿姨伺候的那个领老先生啊 最近人走了 去世了啊 那去世之前 他把这个生钱留下了这笔钱 他想送给你阿姨 你觉得这笔钱 阿姨可不可以收 我还是第一次在存折上 看见这么多铃儿呢 五十万 这也太多了吧 这钱合法吗 合法呀 是林老先生经过公证 也在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的 不要啊 为什么不要啊 这合法的有什么不能要啊 这说明你阿姨 你一好心又好抱啊 这钱又不是你偷来的抢来的 是你送给你的 合法的 把这钱拿出二十万还给大气 然后剩下三十万 你们就可以复婚了 是吧 这叫什么呀 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阿姨 你想 你把这钱还给大气以后 你们俩的关系也缓和了 有多好啊 说了 说了 出位媒体的朋友 许邦小姐今天晚上有个演唱会 等演唱会结束以后 有一个媒体的发布会 到处诸位可以一一的提问题 现在许邦小姐要做演出前的准备 对不起 告辞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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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朋友说这桥下有个馄饨摊的馄饨特别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这家 但是我也好久没吃馄饨了 而且 现在时间也不晚 咱们一块去吧 好 老板 老板 来两碗馄饨 请坐 请坐 马上来 有趣啊 有趣啊 真有趣啊 靓女大赛冠军 当红歌星贾雪方小姐 演出前在大小底下的一个馄饨铺前 宝饱饨小混蛋 是不是一篇不错的报道啊 你啊 在不经意间 在不经意间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小小炒作的机会 炒作 炒作 我看你真把脑子都炒糊了 把我炒糊了不要紧 只要能把你炒成全国一流的歌星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别笑 我告诉你 我说的全是真的 我可以向商业发展 你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 刘宁卫老先生会接受赔偿吗 演唱会如期举行吗 演唱会肯定不会如期举行 至于 他赔不赔偿的都是小炒作 对了 他都是赵市长 老先生你在哪里人啊 没关系 你别想要套赵老太了解 没关系啊 你们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有特别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你再拍什么 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好不好 你别想走 怎么了 我不是赵市长 怎么说我 我跟警察来是因为想要看看 那小姐伤得怎么样了 你 我说你家要是什么的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你知道被你汤汤的人是谁吗 是我们大家众所关爱的 著名歌星 贾讯方小姐 你还没罪 你罪大方了我告诉你 你态度好点还好 如果你这种态度的话 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行行行行行 老先生请问你是哪里人 应该是要跟他打工具 不快去 太好吧 你们别再问他 你们 你来啦 哎 西方啊 嗯 你就等着瞧吧 明天大报小报 网站 电视台 都会出现 已因烫伤不能参加演出的 重大新闻 可是 我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我正发愁没有炒作的机会了 这下好了 踏破铁鞋巫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你想想看 你的那些歌迷粉丝 看不成你的演出 这岂非又为你增加了一份神秘感吧 那 那个卖馄饨的老人呢 先放他回家了 等待处理 好 对了 我咨询过律师 我们得向这个卖馄饨老头 索赔整个演出的损失 啊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大了 趁势 大造声势 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 再说他一个卖馄饨的 能赔得起那么多钱吗 索赔是一回事 赔不起是另外一回事 这事啊 你得听我的 这 就叫炒作 好 同志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周大气行吗 可是他现在不上班啊 我知道他现在还没当班 一会儿等他来了 你交给他好不好 行 那您是他的什么人呢 我是他家里人 他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这事啊 这事啊 不过的 你这么感觉 有什么人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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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万出厂费 我要赔三十万 没错 贾小姐被你的魂都给烫伤了 未能履行演出合同 这三十万的损失 理应由你来赔 这事啊 报纸上已经登了 你自己看吧 三十万 我哪儿来这三十万赔你们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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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老命了这是 开什么我不会败我我我没道理赔你们三十万去 那小孩不就是烫伤了一点皮肉 你们凭什么让我 哎 我自个儿的肚皮都白烫了 那怎么光天化日之下这么欺负人家呢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 我告诉你 要么赔钱 要么上法定 这位是贾小姐的私人律师 如果法律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问她 不过我提醒你 打官司你肯定赢不了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 要么赔钱 要么法定上见 对 对 别说你怎么来了 哎 对 那什么 你那 那五十万块钱还在吧 嗯 我已经决定还给林老伯的家属了 我跟他们说好了 他们一会儿就来 你 你先别还 你听我说 罗姨 罗姨 你来了 你有客人啊 没关系的 他是我 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你好 钱都在这儿了 你拿着吧 英娟 对不起 你过来一下 我给你讲一下 怎么了 不是 英娟 我不是跟你说过呢 大气那二十万块钱就靠这个什么 还有林老伯不是把这个都他留给你了 你听我说 你先别说 你听我说 这个很重要的 那个林老伯他这是一片好心 他一定考虑过他才这么做的 而且你不能忘了大气那二十万块钱账 还有你脑子里那些沉甸甸的那个事 就靠他解决 林老伯的心意我理解 林老伯什么心意 什么心意 大气的钱我也会拼了命还给他的 你要拼几条命 你什么时候才还的权呢 这五十万块钱是林老伯留下的 应该属于他的家属 可是他有权利 他也有这个意愿给你了 给你了 你怎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钱我不能要我在进老院挣工资 我服侍他是应该的 我拿了心里不踏实 你干嘛呀你 我没事 我没事 所以听这位叔叔的意思 我爸的钱是留给你的 不 不是的 怎么不是 怎么不是 尹娟呢 你跟人家说实话有什么不行呢 你生怕你自个儿不是大善人哪 你觉得你这样做才够体面是吧 有个体面要害死人了 你该拿的钱你为什么不拿 你可以拿的钱你为什么不拿 你再不拿 再不拿来不及了 王傅 你今天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 我就这么说话了 我觉得这个钱是该拿的 那个什么 你把那个老先生的遗书给他们看 把遗书拿给人家看的 把这事情前因后果讲给人家 听人家要明白一下 王傅 你别说了 你今天怎么了你 我要说啊 应娟 我凭什么不说啊 应娟 我们要是有钱 我们可能不要 可是我们也趁一屁不债呀 你说 你说是不是 我们该尊重尊重老先生遗孕 你别听他吧 快 拿着钱走人吧 应娟 快回去吧 应娟 这没你什么事吧 应娟 你的情意我们是不必忘记的 应娟 快别说了 回去吧 那我走 快走吧 走吧啊 快去 你怎么了 王傅 这钱本来就不是我的 你知道跟他这样说吗 快去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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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我觉得 今天我不觉得你这样做是信念的 是善良的 我告诉你一个人哪里要做好事 做好人他这要有度不能过了 我对我孙王傅也是坦坦荡荡的 就做人光明磊落的 我不拖不抢不骗的 可是今天该拿的钱 我需要拿的钱 我干嘛不拿 啊 我不认为这是体面的 我认为这是虚的 你是不是欠儿子钱欠上瘾子呢 这婚也可以不付了 很好了 很满足了 你怎么了你啊 你觉得我 我退钱是为了让人感动吗 啊 你今天太奇怪了 你太反常了 你今天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告诉我 啊 我告诉你管什么用 我跟你讲这么多 你 你听了没有 你 我刚才才发现我在你眼里头 根本不重要 我不重要 我讲汗破嘴了 你们听都不听我一声 我在干什么 我就我就去卖回头去 你卖馄饨 怎么了 我卖你这个馄饨 我卖你这个馄饨 你怎么办 我下辈子卖馄饨 我就卖了 怎么回事啊 这本来讲不是我的前面 超女贾雪芳演出前 光顾小馄饨摊被意外烫伤 这点这么大的破事也能登报啊 心如这家明星 连放个响片都是香的 大瞧下面 是不是咱们经常去吃的那家小馄饨摊呢 那家小馄饨摊呢 还真是 这上面还有那个卖馄饨老人的照片呢 那个小姐不好意思 麻烦您把报纸给我看看 那个老人可能是我爸爸 谢谢啊 这个小馄饨摊 你去哪儿了 你看这报纸怎么有怎么回事 你干吗 爸 你干什么呀 你都已经喝这么多酒 你怎么还要喝呀 爸爸 爸爸 他闯大祸了 上午报了 爸爸 那混沌把人烫伤了 要赔三十万 赔三十万 赔三十万 三十万啊 他赔什么呀 他赔三十万 你不要脸 我现在找他 你回来 你不要去 爸爸要不赔钱 他就跟爸爸打官司 所以你不要去惹货 爸爸不想打官司 你怎么哪有大雪帮呢 你假什么 不就是那亮眼女生假雪帮吗 我到时候因为坑了我 他就拿了亮眼女生 我现在又怎么坑你 你什么麻麻蛋呢 我找他去 你来了 我父 那盈盈 你来得正好 你赶紧去安安你我吧 我走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你发生这么大的事 出这么大的事 怎么没告诉我呀 你别喝了 你看你 你都喝醉了 您不要管我 我要喝我 我的酒 又不是你的酒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管我 我要喝我的酒 又不是你的酒 我不要管我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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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你的 喂 你怎么这么跟阿姨说话呢 你走啊 你出去吧 阿姨你别走 阿姨现在心里不舒服 他又拿自己最亲的人开刀了 你说的不是心里话 你别走啊 我说全是心里话 你阿姨对你爸 不问不问 他不听我 他想听我 他才听我 我不想再见他 就想听我 那是假的 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阿姨 阿姨 阿姨你别操作 大同时就在胡思超级的 你别难过 你别难过 让她走吧 阿姨 阿姨 爸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把阿姨都屁股了 怎么还没看清楚啊 假的 都是假的 喂 别喂 小姐 请问假雪帮助女巫 那边第二间 好 谢谢 小姐 请问假雪帮助女巫 那边第二间 那边第二间 你叫谁啊 假雪糠 假雪糠 你 我是宋王妇的女儿 你就是那个卖馄饨老头的女儿 怎么了 不像 不像她的女儿 倒像是 一个 名门贵族的女儿 谢谢 我用不着你夸奖 哎 你干什么 我说你这人躲点规矩行吗 你算是干嘛地啊 我找假雪帮你急什么呀 我又不吃了她 假小姐不是谁想见就随便能见 我为什么不能见她 她不是要我们赔偿吗 要钱就出来见我 假雪帮给我出来 我心里不吃海 你们在那吵什么呀 宋盈盈 好久不见啊 音乐家见舞蹈家的女儿 当红铭心甲学方小姐 你能让我看看你伤在哪儿了吗 你不就被烫了一下吗 你包成这样你至于吗 头骨没舌吧 眼睛不也好好的吗 你们这帮人太可笑了 就这么点伤至于吗 像我爸爸要三十万 那个人是你爸爸 没错 他就是我爸爸 他不是什么国外回来的音乐家 也不是什么舞蹈家 我们家家庭背景 没法和你假雪帮小姐比 你假雪帮受的什么熏陶啊 你没受那样的熏陶 你怎么会一开口 就跟一个卖馄饨的老头 要三十万呢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你的爸爸 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这样吧 那三十万块钱我不要了 赔偿金的事 就当我从来没说过 佳雪帮 我告诉你 你就算给我们要五十万 我们家里人也不怕你 只要你有脸要 俩没得没 闷戏 你acht Buddha LER arel 牛 颜氏 这还拿 things Fahr 一个家就好像一条船 不论是遇到惊涛骇浪 还是暗流险滩 都要和和歇歇的同舟共济 开船咯 有一天我遇见了幸福 它的样子在你眼睛深处 那么温暖又清楚 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我会将它好好保护 我不会再错过我的幸福 我会把它守在心灵深处 那么柔软又模糊 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我会将它好好保护 我要的幸福 让你不再孤独 那些你拥有的 会永远停住 想给你幸福 让你不再迷路 那些美好快乐 我都在你身边留住 吃饭喽 黑嫂嫂 黑嫂嫂 我不会再错过我的幸福 我会把它守在心灵深处 那么柔软又模糊 像个孩子一样无辜 我会将它好好保护 我要的幸福 我要的幸福 让你不再孤独 那些你拥有的 会永远停住 会永远停住 想给你幸福 让你不再迷路 那些美好快乐 都在你身边留住 太空出来了 黑嫂 我会不再追求 一别乱 优优独播